民间乡三轮社区发展协会 以股市炒茶参加今年的社区评鉴 由于是20年来第一次参与评鉴 就获全南投县特色奖的殊荣 县议员张维华利用该协会 办理生命教育课程时前往祝贺 并与长辈化家常 他肯定理事长及总干事的用心 让社区获得最高荣誉 张维华议员表示 他知道长辈们都在关怀据点共识 需要固定的便当盒 于是向社会处申请经费 赠送一人一份环保便当盒 给长辈们方便使用 他并与长辈们一起吃饭 并闲话家常 气氛温馨 三轮社区关怀据点 所安排的课程丰富 邀请了生命教育老师王昭月 带领社区长辈们 一一分享他们生命中动人的故事 王昭月老师说 目的是希望让阿公阿嬷们 未来的人生更加活跃 今天我们来到三轮社区 来送我们生命的故事 一开始阿公阿嬷 大家都会怕 但是在生命的过程 阿公阿嬷都有经验过 经验当中 他借到一边再一边来引导 让他们能在生命 公出生命当中的一段活跃 我们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在于 让阿公阿嬷 大家和大姐们 如何让他们能够活跃 未来的人生 民间乡三轮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关怀据点共识 张维华议员特别赠送环保便当盒 肯定协会理事长的用心 让社区获得特色奖的殊荣 并与长辈们一起吃饭 画家常 气氛温馨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